那么我再接着来分享 就是我后来又买的衣服 居然还用两个快递寄过来 这一个公司两个快递寄过来 这上面有袋子 这下面的这个好像缠着腰上的 缠着腰上的 黑色的 我们买时间长都忘了 这黑色 为什么买两个黑色 这两个黑色 一个是后背深微 一个是前面深微 然后我想看一下哪个好看 这个呢 是一个裙子 这个颜色的蛮好的 我很喜欢这种 就这种黄白的这种感觉 这个买家袖呢 穿上以后很舒服自在 好像是我的风格 然后我就想着说 穿上它要出去玩的时候 挺自在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这种面料会不会热 不除褶 然后质感看着还不错的感觉 是吧 就是有点厚 白天没有分享完 我现在接着给大家分享 这个是大家应该很熟悉 他们家的产品 就是我的去新疆的 那个白色的比利时亚麻的长裙 还有我有一个像宫廷的 那个领的 那个白色亚麻的 那个短上衬衣 还有包括那个我们的绿叶子 都是他们家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不错 可是他们家的包装实在是太一般了 你看果然 你看这包装太差了 就是太简陋了 这么贵的衣服 他们家衣服都很贵 这么贵的衣服 然后这么简陋的包装 一个这样的墨丽色的 真丝的一个长裙 特别长 到脚踝 然后后背呢 是一个大陆背的 后背是个大陆背的 然后旁边有袋子 系上袋子 是这种的 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然后款式呢 也不错 还有一件 这个是叫蕾丝的 就是 哎呦 我好几年 就想买一个蕾丝的裙子 我特别想买一个蕾丝的裙子 可是我买了几次了 都没有买成功 这次呢 我就又买了一件 就是 是这种 吊袋的 是这种 是这种吊袋 看 然后它这个蕾丝呢 被它的文案吸引了 就是它这个文案 写了它怎么样 就是去选择的 这个设计师啊 因为这是个设计师品牌嘛 你看它这个花朵 包括它这种 这种 这种叠起来的 然后还有这种立体的 这种感觉啊 反正它们家的这个文案呢 特别打动我 包括你看它这个 这个吊袋 这个地方做的 就很精致啊 很好看 后边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很长 其实它有点太长 下摆呢 是这样 就是旁边有一点点开气 就有点像旗袍那么长 其实呢 这个旗袍这么长呢 就是它的试穿度就不高了 就是走路什么不方便 它们家这个花 的确是很精致 的确大家看看吧 就是我之前买过 几百块钱的 就完全不行 它这个呢 2600块钱 也确实是很贵 不过也确实是很精致 看了吧 漂亮吧 精致度还是够的 就是我一直想 买一个就是 高级一点的蕾丝 我觉得它这个价位差不多了 然后有点太长 我就是觉得 还有一件是这个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长袖的 薄纱也两千多块钱 是 它家的裙子啊 拍照都很漂亮 就是好像呢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不太试穿 质感都很不错 为啥它家的东西 拍出来好看呢 也就是因为它质感好 那袖子 反正拍照 简直漂亮的不得了 同样是设计师品牌 那我觉得人家这个设计师品牌 你看 这包装 这高大上的很多 这件衣服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件衣服 这个是简单的时髦和有趣的优雅 多像样 就很直 哎呦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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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带着塑料袋 拽着 这就这个就好 这就感觉 哎呀 这么一比较 那家叫CC中 CC的梦想 就他们家的这个包装实在是需要改进了 太简陋了 哇 这个裙子 哇 做工很好 而且面料也很好 看 看 哇 这个好 这一摸就不一样 这手感 高级 高级啊 这个很好啊 当然这个必须是空调房里 而且是全称里的 哇 这个做工真棒 哇 真好 看 很精致啊 做工很精致啊 而且款式很新颖 只是不知道适不适合我哈 它是这种大领子 然后它的大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肩 特别宽 因为我肩窄嘛 所以它的大领子是这样支撑起来的 然后呢 腰这个地方突然间就瘦回去了 看看 这个领子哈 然后这个侧面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腰突然间就收回去了 收回去以后呢 这个侧面还有一个这样的立体的这样的支撑出来的 这样 就是很有造型的这么一件衣服 就是好像有个什么明星啊 穿他们家衣服哈 然后我还以为那个明星 他们家衣服是高仿的 仿然人家 别人家的大牌呢 其实不是 是他们家的衣服 是他们家设计师自己自己设计的衣服 不是全衬 有点像那种高级时装的感觉 然后面料很好 要试一试 可是我家现在吧 就是这个房子拍 拍这个穿搭效果 没法拍 嗯 好喜欢啊 真的还不出准 不错呀 很高级 领子看看 这么大的领子 然后是硬的 对我这种窄尖的人特别的好 然后显得头肩比 显得头小了很多 头肩比非常好 然后这个腰围哈 卡的哎呀 简直是 就像跟我订做的一样 简直太合体了 就简直是完美 就是像高级定制 特别像高级定制 然后你看这个兜是这样的 然后这样的小掐腰 然后这个兜 很长到脚踝 然后后边开窗 一种哎 特别像那种大品牌的那种高级 时装一样的感觉 就是穿上你觉得自己立刻高贵了起来 很有造型感 很棒 就是看这个地方包裹的多好 太喜欢了 就是这个裙子我发现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兜它这样一撑开 显得你的肚子和这个地方就特别平啊 好满美的裙子 然后后边的这个曲线 多好看 郁姐范儿 绝对是郁姐范儿 很好看 很喜欢 百分之百留下 很棒 很棒 只有一种颜色 面料也很好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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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比我想象的好 确实比我想象的好 这个不是那种休闲的啊 是那种有范儿的起范儿的那种感觉 这是两个绿色 就是墨绿啊 然后是二号 他们又给我寄来一个四号的 这个四号呢可能是比较合体 可是这个四号呢又变成这种艳绿的 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太艳了 然后就是它这个衣服啊 虽然是露背的啊 可是它因为后边有有有有带子啊 它露背的呢 一点都不光 就是因为它这个带子设计的非常好 呃 晚礼服一样 然后它价格不贵 才1100块钱 纯真丝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然后特别长 到了到脚踝了 就是我不穿高跟鞋子穿不起来 不想露那么大 一直露到下边露到腰啊 可以给它调节上来 哎 这一点我觉得 这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然后这个地方包的就更好了 其实呢 它设计是露到腰这个位置 大露背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不习惯 你也可以给它这样提上来 这个就上了很多 就跟一般的吊袋差不多高啊 这个呢 是这种墨绿的 就是我本来是买这种墨绿色的 然后 还有给我寄了一个这个翠绿的 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呢 特别轻薄的沙 两千多块钱 是不是有点夸张 这件衣服呢 就是有点瘦 太合体了 看 就是一点余量都没有 这个地方 看 所以说呢 得买大一码 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试穿的感受啊 首先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黑色的 那个大领子那个 很有就是 它很是那种高级时装的感觉 它很厚 面料也不出褶 然后那个做工又好 里衬呢 它是全衬的 就是做得很好 很高级 它有高级感 然后又有设计感 特别 特别 就是跟我的身材啊 简直是 就像跟我定做的一样啊 第二个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露背的这个 晚礼服啊 我也很喜欢 只是我现在就是拿不进主意 我到底是要这个墨绿的 还是这种翠绿的 就是因为是晚上嘛 我感觉这个翠绿的更好看一些 另外翠绿的它的码比较适合我 穿上以后我觉得更大起 那个墨绿的呢 因为它小瘦 所以不如那个翠绿的好看哈 可是我不知道白天会怎么样 现在有一个依赖哈 一旦我什么东西拿不定主意了哈 我就很想拍个视频让大家 把我参谋参谋哈 那么就来说说我身上穿的这件哈 其实这件衣服啊怎么说呢 就是它不适穿就是不适合平常穿 但是它拍照太漂亮了 因为我看过他们买家秀哈拍照 呀你看这大袖子哈 另外呢因为你想想就这么一个薄纱的衣服 2000多块钱 所以它的纱很好 它很高级 所以说它能就是拍照的时候特别有那种特别有感觉 就是不是那种古典的美 就是那种还有那种现代的 还有那种颓废的什么 就是总之它是能出效果的 尤其那个摄影师给拍的时候特别好看 我是看人家照片哈 就是我希望它能日常也能穿 然后能拍照 我觉得就值 要是只是为了拍照花个2000多 我觉得不太值哈 颜色我也很喜欢 我还没有这种 就叫什么豆绿色哈 就是这个颜色其实也挺适合我是吧 是不是很好看 拍照好看颜色也好看 2000多块钱 那么哦对了 我还有一件那个那个瘦 那个蕾丝啊也不合体太瘦了 有点纠结 有点纠结 然后这一件其实还是挺有高级感的哈 我没买它的内搭那个秤裙 它那个秤裙450块钱 我给它剪掉了 然后花100多块钱自己买的秤裙 好了今天所有的都分享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这件到底该留不该留 哎呀好喜欢那个黑色的 特别特别喜欢 比我想象的要好啊 那个形也非常棒 开心开心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